江总 你好 江总 子龙 你俩认识 不认识 我们 陆林 道歉 那在你眼里 他就是那个值得你信任的人 我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久 只是那个会胡闹的人 好 你主动约我 是原谅我了吗 我说两句就走 我希望你能够退出 玄中记相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牵扯 可是那天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爸去见陆黎 我是真的不知情 而且他现在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其实身体很差 我对你爸的事情不感兴趣 你们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交接工作 这是要求不是建议 我不同意 就算我们有私人恩怨 都不应该上升到工作 BOSS的DEMO 是你删的吧 我那天已经解释过了 我进办公室 是为了关灯 监控恢复了 办公室就没有开过灯 你其实一直在调查我是不是 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 如果你坚持要留下来 我会把这个证据上交给易金 他们会追求你的责任 你为了一个陆黎 你真的要把我逼到这个地步吗 我欠他一个清白 必须要还给他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在意了 他已经走了 是不会回来的 我会找到他的 可惜已经晚了 那天我们去见安德鲁的时候 陆黎也来过酒店 酒店前台告诉我的 一个穿白梯的女生 来查过我们俩的名字 我还忘了告诉你 我那天还在你的情舞梯上 印了一个唇印 他以为我们两个又在一起了 所以才会对你彻底死心 你觉得 他还会原谅你吗 你还认识你自己吗 对了 高协 一会儿 江总来了之后 做事 你可得好好招待 没问题 江总 对啊 今天陆总设宴 就是为了招待 艺程科技的江总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江总 这贵宾都得压轴出场对吧 是不是找你老婆去了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管陆黎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管陆黎 也是我们俩的小师妹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管陆黎 人家人 江总 江总 你好 江总 你好 江总 你好 姊郎 你俩认识 不认识 我们 我们 行 来 欢迎江总的到来 欢迎 欢迎 姜彤彤也是我们自己人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吃 吃饱点 鹿小姐既然是新海大学毕业的 怎么想到来重庆了 我喜欢重庆这个城市 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在影视公司做网管 会不会太取材了 怎么不做个程序员呢 这是我的私事 不想回答 江总 我还没有敬您呢 咱们都是自己人 俗就免了吧 那我就代表我个人 想敬有才有严的江先生喝一杯 可以吗 美女敬酒 这杯你要是不喝的话 可就太不绅士了 那我干了 您随意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三个校友 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 小师妹 是不是得敬你师哥一杯 卢总 我不喝酒 你是不能喝 还是不想喝江总喝啊 这么耍大牌 不好吧 我今天确实不方便喝酒 如果江总不介意的话 我用果汁袋就可以吗 陆离 你太不懂规矩了 我不介意 小师妹不跟你喝只能说明 你妹妹有面子 来 小师妹 这要咱俩这关系 咱们得喝一杯吧 请问我替他喝 赶紧 我替她喝 我替她喝 赶紧 原来是个酒闹 老婆 我正义找到了你了 抱抱 你 你看清楚再忘了行不行 我不是你老婆 不是你 我做完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转手 拿开你的仙厨手 不 太好了 洗手 你不许推开我 我错了 原谅我 如铃 我求你了 你看快点我受不了了 好 抱抱